你敢相信吗 全国最大的催收公司竟然要上市了 这家全国最大的催收公司 一直游走于灰色地带 各种暴力催收手段层出不穷 像什么买卖个人信息 暴力催收威胁骚扰等 在某些投诉平台 它的投诉率一直高居榜首 那么这家公司是谁呢 它又凭啥上市呢 先点赞收藏 今天老乔来给您扒一扒 提起暴力催收公司 大家是文之色变 只要你被暴力催收盯上了 那几乎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啊 狂轰乱炸的短信电话不说 亲则祸及亲人 重则身败名裂 甚至于有的人为此付出了生命 说实话 整个社会对暴力催收是嗤之以鼻的 但无论怎么治理 这些公司像打不死的小强 前仆后继生生不息 那为啥这些催收公司 没有被斩草除根呢 因为暴力的背后 是暴力 这个我待会给您讲 放眼全国最大的催收公司是谁 是湖南永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成立于2014年 短短五年时间 便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催收公司 业务遍布全国三十多个地区 光员工就有上万人 市场覆盖率更是高达百分之六十多 换句话说 十个人里面就有六个人 被湖南永雄催收过 据了解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叫谭曼 毕业于湘滩大学法学院 早年在广东佛山等地 干的就是车贷不良贷款的轻收工作 或许是尝到了甜头 后来他干脆辞职 回到长沙 成立了湖南御邦律师事务所 专门帮别人打官司 不过干的还是老本行 也就是欠款催收的法律服务 由于原来在佛山积累了经验 外加又是学的法律 生意很快便被他经营的风生水起 久而久之呢 名气也就越来越大 随着找他的人越来越多 他也慢慢意识到 帮别人打官司 只是处在食物链的最底端 赚的是辛苦钱 再加上2015年前后 各大贷款公司 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这时候啊 他抓住机会 牙翼要脚一跺 与其帮别人打催收官司 倒不如自己干催收 随着各大中小贷款公司的普及 市场的需求量 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那段时间 大家不管干啥 无论小事大事 要不就分期 要不就贷款 各大平台呢 也都盯上了这块肥肉 纷纷推出了自己的线上贷款业务 我记得司马南老师之前 扒的联想 好像就干过信贷公司的买卖 还有那个被东方甄选直播间 拉黑的校园带鼻祖罗敏 你看他害了多少大学生 孔老夫子早在几千年前 就对这种行为做出过评价 叫始作俑者岂有后乎 意思就是 干这种缺的事的人 都应该断子绝孙 随着贷款公司越来越多 好多没有超前消费能力的人 都选择了超前消费 还款还不上进而 使得催收行业成了香波波 湖南永雄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这也是他能用短短五年时间 干成全国最大催收公司的 一个根本原因 2018年 湖南永雄的全年营收为7.58亿 光净利润就高达1.24亿 这样的业绩秒杀国内一众催收公司 甚至于比很多上市公司的业绩都亮眼 你可以掰指头算一算 一个催收公司 它的利润率竟然高达16% 你看看 这可不可怕 业绩之所以这么好 其根本原因就是 他们用的催收手段 龌龊不堪 他们为了达到催收的目的 可以不择一切手段 这就衍生出了一个新名词 暴力催收 所以说暴力催收的背后 其实是一门暴力生意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催收公司 被屡屡出发 但都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因为这玩意太赚钱了 在此之前 社会就曾质疑 全国最大的催收公司 湖南永雄 涉嫌暴力催收 只不过该公司一直不承认 但是数据不会骗人 在网络上随便一搜 关于永雄的恶行案例 十分的普遍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 关于湖南永雄催收的投诉 就多达140多条 很多都是跟个人信息买卖 骚扰他人 威胁攻克 暴力催收有关 甚至于有人还投诉 永雄员工冒充公检法人员 这种行为都已经超越了 暴力催收的范畴了 这简直就是在犯法呀 当然像什么短信骚扰 人格侮辱的行为 更是数不胜数了 换言之 永雄在催收这件事上 可谓是恶行累累 可您猜怎么着 就这样的公司 还心里琢磨着上市呢 早在2015年 该公司就向新三版 递交过招股书 只不过那时候 社会舆论谴责的声音 太过强烈 外加上市保健人 也被相关部门触罚了 所以这事最后也无疾而重 然而永雄不死心 2019年 他又准备 剑走偏锋 到国外上市 甚至于都已经通过了 美国证监会的审核 本想着瞒天过海 暗度成仓 然而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于是舆论立马群起而攻之 最后又被骂了回来 面对两次折击 他依然是贼心不改 就在前一段时间 这个催收巨头 又准备二次赴美上市 你说一个干催收买卖的公司 为啥总想着上市呢 难不成催收行业 这么高的收益 都填不保他的肚子吗 其实不然 根本原因是 暴力催收这门生意 越来越难干了 现在随着国家层面对催收行业的监管越来越严格 多部门多次发文 严厉打击非法催收 暴力催收等行为 这就使得那些曾经靠暴力催收的公司 生存空间越来越窄 尽管永雄不承认自己暴力催收 但是随着国家层面的监管越来越严格 他每年的利润都下滑超过了20% 这个数据又说明了什么呢 我想大家懂的都懂 另外永雄要想登陆美股市场 这事是好还是坏呢 老乔认为百害而无一利 首先 一个快速成长起来的催收公司 曾经的业务手段干净吗 我想大家门而清 你让这样的公司拥有雄厚资本 那不是助纣为虐吗 其次 永雄手里掌握着多少国人的信息 他要登陆美股市场 要经过别人审查 要给人家交底券 这不相当于把这些信息 拱手相让给别人了吗 大家还记得滴滴吧 懂得都懂 对于这些公司啊 不管他曾经的手段干不干净 也不管他未来的手段干不干净 老乔只想说 人在做 天在看 人为善 福随未至 祸以原意 人为恶 祸随未至 福以原意啊 好了 今天就到这 加关注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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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